因为下面这个节目呢 就跟手指头有关系 接下来的登场的三位选手 他们不仅是巧手还是快手 他们是通过我们快手的 我要上春晚的专区 报名参加的 来 掌声有请 五号 琪琪 王克 他们真的是快手推荐来的选手 真的是 我就是经常录一些短视频 发在快手上面 之后被快手推送到 直冬春晚的一个节目上 粉丝量多不多 还好吧 没有留言介绍 三个人加起来 粉丝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你们的这种 手指舞的视频 是很多人喜欢 也会去竞相模仿的 对 其实今天也准备了 想现场教一下大家 好的 请全场的观众和嘉宾 拿出我们的双手 然后双手握拳 面对自己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一个 手指的摊开 对 一个一个一个 手指的收回来 一 二 三 四 筷子做其实特别好看的 好看耶 然后这只是一个小的热身 然后今天还带来一小顿 特别简单的手指舞 想教给大家 好的 来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舞台上的 这些年轻人 然后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爱情故事 然后从前 从前 有一座桥 有一座桥 上面有一个男孩 上面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个女孩 然后有一天 他们两个相遇了 他们两个怎么分开呢 把他们两个抓回来 他们就在一起了 好可爱 好可爱 美丽 encont viendo 好可爱 你